在广西贺州这里是他们贺州学院的创新创业园 然后下面是他们的一个食堂 我现在去他们食堂是吃个晚餐 不知道能不能够用现金或者说是支付宝微信 如果不行的话请请同学去刷个卡 然后我现在去体验一下 因为大学的话吃饭都是比较便宜的 然后它的一个整洁度应该是比较的不错的 体验一下大学生活的这个食堂 现在是毕业季 这里面很多都是写着标志性的这个毕业的语言 祝毕业的学生虔诚实际 我现在看看有什么吃 这个食堂呢还是挺大的 一般的食堂都会是这一种建筑的面积 这个模式 现在很多人吃饭 我看了一下都是刷卡 这边是甜品 然后这边应该是米饭的 我看一下这个价格 这个是米粉 这边是快餐 然后我再转到对面去看一看 这个食堂也还是比较干净的呀 这边也是这个菜 它没有标明价格呀 这窗口实在是太多了 然后这边是一个出路的门口 大家看一看这个学校的价格 有便宜的4块的 然后最贵的也就14块 可能在外面喝一杯的话 一般也要10块左右吧 这边也是一个老字号的粉店 4块5开始 我决定还是去打几个菜吧 回味一下啊 大学食堂的感觉 价格的最便宜的是1块2 一共打了三个菜 一个是藕片 然后韭菜炒蛋 一个是茄子 一共是9块钱 应该是三个荤菜吧 价格适中吧 这下是必须要刷卡的 所以刚刚找了一位同学 帮我刷了一下卡 9块钱 10块钱 来说 哪里都是1个草口 5块钱 4块钱 0块钱 2块钱 5块钱